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叶康种植者 这一集呢我想简单谈一谈养鸡的一些心得 本来养鸡的出发点是想让我的太太能够有更新鲜的鸡蛋可以吃 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想要一个宝宝 然后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养的鸡下的蛋会更加有营养吧 这是最早的出发点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附近有一个人在卖两只他之前养的母鸡 他告诉我呢是说这两只母鸡虽然已经有三四岁大了 但是依然在下蛋 然后我就买了这两只母鸡 当然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只 然后之前那两只呢买过来之后有一只下了一个蛋 第二天下了一个蛋 然后就死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有一只呢就是不下蛋 后来我就一怒之下把它给干掉了 所以说呢第一次养鸡的两只鸡全部是交了学费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说因为决定要去养鸡 然后自己动手去做了这样一个鸡笼子 后来呢我又在附近的一个邻居 他是养鸡养了很多年 然后也有在卖鸡 然后就买了一只21个星期大的小母鸡 也就现在这两只鸡的右边 右边这一只 然后这只鸡呢就是说 刚开始刚来的时候前两天也要再下蛋 后来也就不下蛋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 就是鸡为什么不下蛋 很多人说呢是因为是冬天的缘故 后来在买饲料的时候 那个买鸡的人跟我说 必须让他吃高蛋白的东西 因为本身鸡蛋最主要的成分也是蛋白质 所以后来我买了这个专用的鸡饲料 而不是说用之前用这个厨余啊 比如说果皮啊 这些东西来喂他 然后后来他就有下蛋了 在过去三天里面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一个蛋 第二点呢我想讲一讲这个 养鸡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些 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跟我老婆之前也都没有像这样养过鸡 我本身的职业是跟植物打交道的 跟养只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经验 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有了这两只鸡 我们发现吃剩的剩饭都有了更好的解决方式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了一包米 那个米买的是那个巴斯马蒂的那种比较硬的米 我们两个都吃不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米蒸熟之后喂给鸡吃 然后鸡吃的很开心 还有其他东西也都能够喂鸡 比如说剩饭鸡蛋壳火皮 养鸡的第二个出发点是因为之前看了一些关于Permaculture的东西 上面说呢把这个鸡放在鸡笼子里面 然后鸡会挠地 它会把地里面的这些虫啊什么都吃掉 同时呢鸡粪呢会让这个土地变得更加的肥沃 所以说就做了这样一个英文叫做chicken tractor的东西 然后用这个鸡挠地 然后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松弛和肥沃 我最早是把这个鸡笼子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后来每一个星期呢让它往这边移动一下 然后再移动到这个角 然后以至于今天是把它移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这个鸡笼左边的这一行 这一块土地呢就是已经被鸡翻过了 我接下来是想把这块地 就是按照之前设计的70厘米宽度的一块地 开始种上一些菜 因为一开始养鸡 我们都觉得想再养一点别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在附近买了两只这个兔子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现在不怎么出来 如果我把这个门打开 它们应该就会出来了 好 来来配合一下 谢谢谢谢 好这位朋友 好 这个 这个兔子 它卖给我们的时候也没有说是什么品种 后来我们在网上查了 这个品种应该是大鸡 是荷兰的一种兔子 非常漂亮 黑色的身体前面是有白色的花纹 它不是一种就是商业用的肉兔 别跑 它就是说是一种比较小的这样一个兔子 然后我本来想养兔子 是因为 哎呀好不要跑了 好回去 你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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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动 好好你先回去 哎呀好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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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养兔子 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这个有讲养肉兔的这样一个视频 就是说养兔子 然后它的产出的肉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而且肉的营养价值很高 再加上呢我老婆她是四川人 她比较喜欢吃兔子肉 所以一开始的出发点我们是想把它当成这个肉兔来养的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小兔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不确定我到时能够下得了手 然后在开始养兔子之后 我们的好朋友根哥把他之前的兔龙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奢华的兔龙给了我们 然后我们把这个兔龙呢放在这个后院的最上面这一行上 计划呢就是说就像养鸡一样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把它往右边 把这个兔龙往右边移动一下 这样的话呢兔子粪呢本身也就作为了这个有机的肥料 我们准备就是等这个春天来了之后 在这一行上种上番茄 所以这一集呢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